這個是不用算的題目 這個是不用算的題目 那就會考,這是省年的題目 有一個沒有,有個糖 底下有胃溶解 然後請問你,要怎麼可以提高濃度 底下有胃溶解,什麼意思啊 它已經飽和了,裝滿了,不能再裝了 那你怎麼樣讓它可以再裝更多一點呢 就是怎樣 夾熱,夾熱 要求要叫溶解度 誰會影響溶解度,溫度跟壓力 所以我們要提高溫度 提高溫度 你前面的那些答案啊 攪拌只能夠讓它溶得比較快 但是不能夠讓它溶得比較多 已經不能溶了,再加更多糖 它還是不會溶 加水呢 加水,如果加太多 就變成稀釋掉了,濃度會降低 如果加的不夠多 底下還是有胃溶解的糖 那表示濃度還是一樣 同樣用作飽和 所以我們要用的叫做 加水 對不起,加熱 給答案選B,有問題嗎 沒有 肥米考題 他要同時做兩件事 第一個,要溶得快 第二個,要溶得多 請問你,可以怎麼辦 我既要溶得快 又要溶得多 請問你,我可以怎麼辦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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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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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寫過了 加熱可以溶得快 加熱也可以溶得多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B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下一題也不用算 也是一個現在常考的題目 這也給了一個溶解度 20度多少 但是多少多少 溶多少 然後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你會不會全溶 會不會完全溶解 這也是現在喜歡考 常考的題型 他題目上 根據他題目的要求 寫了30度 30度的表格裡面 100毫升的水 最多可以溶45公克 100毫升溶45公克 所以呢 10毫升溶幾公克 4.5公克 所以 30度C的時候 10毫升的水 最多溶4.5公克的硝山甲 你現在的甲燒杯 給了我兩公克 我最多溶4.5 你給我兩公克 所以我就可以全溶 我最多溶4.5 以燒杯給我12公克 所以以燒杯不能全溶 所以答案是 甲可以全溶 以不能全溶 答案選B 不用算 很簡單 就問他可不可以全溶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這跟剛才類似 但是稍微有一點變化 他問你濃度大小 同樣溫度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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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飽和的 你是飽和的 我們誰比較濃 一樣 濃度一樣 飽和濃度一樣 我們同樣溫度 我飽和了 你沒有飽和 就是我比較濃 所以看他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要先決定 他有沒有全溶 沒有辦法全溶 就是飽和 能夠全溶 就是未飽和 如果有兩個都不能全溶 就看誰溶得多 才知道濃度誰大 所以就請問你 關係何者正確 看一下 我找人問 甲乙餅 他告訴你說 我的濃度是20% 順便告訴你 表示100克 最多溶25公克 現在有10克 50克的水加10克 70克的水加20克 90克的水加30克 請問你濃度大小關係 尾重文 尾重文 幹嘛 回答問題要幹嘛 起立 答案 你選A喔 請坐 3號 江若萱 江若萱 3號 你的答案 你選B 請坐 你選B 100克的水 融25公克 50一半 融一半 12.5公克 我最多融12.5公克 你給我10公克 我可以完全融解 所以假沒有飽和 可以全融 1 100克的時候可以融25 你現在給我70 乘0.7 所以我可以融17.5克 那你現在給我20克 所以我無法全融 也就是我裝到滿還有多 這叫做我已經飽和 並 100的時候融25 你給我90 乘0.9 表示我最多融22.5 可是你給我30 所以表示我也融到滿 還有超過 所以我也飽和 所以假沒有飽和 乙跟餅都已經飽和 所以根據提議的顯示 假沒有飽和 乙、餅都飽和 所以誰比較濃 乙跟餅 誰濃 一樣 都是飽和 所以答案是 假小一等於餅 答案選C 有問題嗎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接下來 這題 理論上也不用算 他說 我有硫酸鐵 大家去顏色淡顏色請 來 我有一杯東西往裡面倒 如果是有顏色 如果是有顏色 濃度越濃 顏色就越深 濃度如果一樣濃 顏色就一樣深 或是糖水 比較濃的就比較甜 一樣濃就會 一樣濃 這個意思 現在呢 有三個招杯 有假衣餅加10克、15克、20克 然後假顏色對待 乙、餅都有會負乙沉澱 我們講過了 底下都有負乙沉澱 什麼意思 飽和 裝滿了 所以 乙、餅都有沉澱 表示 它已經飽和了 假的顏色最淡 顏色最淡 所以表示假的濃度比較怎樣 小 所以假沒有飽和 乙、餅飽和 假沒有飽和 所以你再加5公克 已經飽和了 就不能夠再裝了 所以它也不會溶解了 顏色也不會加深了 就這樣子 不會變 可是呢 假卻可以呢 多溶一點 所以假可以變濃 假可以顏色可以變深 但是乙、餅不會變 因為它已經飽和了 所以呢 我們要再加熱 再加熱的時候 溶解度會增加 如果溶解度增加之後 還有沉澱 那表示還是飽和 只是高溫的飽和濃度比較大 低溫的飽和濃度比較小 但是如果我們都飽和 就表示我們濃度還是都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會選C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跟剛才一樣 但現在換成糖 看誰甜誰不甜 剛剛說過了 有顏色的 越濃顏色越深 濃度一樣顏色一樣深 會甜的會酸的 越濃就越甜越酸 一樣濃就一樣甜一樣酸 看誰融得多 我問你 該選誰 第一位 第一位 沒有答案 一二三 比給我看 一二三 三 C 請坐 男生 黃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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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你預備選C 你呢 A 你選A 請坐 A 你選A 請坐 A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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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